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盒子包装呢 与以往有些不同 整个呢 是采用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侧面呢 是一个线描稿 后面呢 是一个彩印 我觉得这个彩印呢 要是放到封面上呢 可能会更好看 纸品方面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改进啊 这一次是一个过油的纸品 虽然是细节方面呢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突出啊 但是手感方面呢 确实比以往的要更好 人形大小呢 15厘米左右啊 算是一个标准的地级 那这一次的配件呢 分别是两副插拔件 如果说一体变形的话 其实本身来说呢 也是可以做到一体变形的 但是以插拔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展示的话 多少可能会让一些迷友心里有那么一点点不是滋味啊 但是我个人倒是比较能理解 如果说插拔换来更好的一个造型的话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本身呢 人形的话 我选择了背了这种螺旋桨的机翼 这种螺旋桨的机翼呢 可以做一段的折叠 并且呢 也可以做出一个旋转 而且呢 还附带了另一种啊 蜘蛛形态蜘蛛腿的一个关节 那每段关节呢 它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左右的横摆性 在这个地方有一段的折动性 这个地方也有一段折动性 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肩脚部分 如果做出一个球关节进行一个多段的活动的话 可能对于整个的产品的一个摆放呢 或者是多角度的一个展示呢 会更好一些 包括呢 底部如果做出一个平转关节的话 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提升呢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不得不说啊 整个产品的一个用料方面来说呢 还是阿帕奇一如既往的一个料子 做工方面呢 依旧是没有问题 并且呢 可以看到蜘蛛腿外侧呢 有点像之前他家做声波的那个细节展示一样 在里面的位置呢 增加了一些像管路的一个细节啊 至于爪形方面来说呢 我人形的话 我不太怎么喜欢去安装这个爪形 但是呢 也是简单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方便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是采用了六角形的一个背包啊 对于稳定性来说呢 还是更加稳定一下 我把它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一个安装就可以 后面的背包呢 是采用了两段式的一个翻折关节 把它呢 进行一个翻折 可以看到外侧呢 同样也是有一个六角形的接口 如果你喜欢这样安装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六角形的展示 并且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喜爱的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搭载 觉得整个的产品的一个材质韧性方面呢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看到 其实摸到手的料子呢 是那种很棒的一个料子 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观感上面来说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友好 怎么说呢 就是实打实摸到手呢 你觉得这个料子呢 做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在镜头里或者图片上的一个展示呢 你会觉得 塑料的一个胶感呢 会比较重 整体的料子呢 如果你玩惯阿帕奇家的东西的话 你会知道啊 料子呢 一直是在有提升和进步的 可能这种质感方面来说呢 塑胶感呢 可能会更重一些 整个的涂装设计呢 还是来自谢科工作室来进行一个操刀设计的 配色方面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漆面上面呢 在附着一层保护漆的话 我觉得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质感提升呢 可能会更好上一点 它这一次的一个噱头啊 就是说材质上面呢 融入了一点点的 啊 这种黑色的色粉 所以说整个的色底呢 一开始呢 你看出来是黑色 但是在强光照射下呢 它会有从黑色偏紫色的一个感觉 那细节方面呢 我们也主点来看一下 首先是头雕方面 那这一次的头雕呢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满意啊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TFP的迷友啊 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自说啊 这个产品 头雕做的还不还原 但是整个的分色和涂装方面 我觉得做的倒是挺精致的 相比于阿帕奇家以往的产品来说呢 啊 这种颜色的一个点缀啊 并没有出现一期的现象 眼睛的一个刻画 包括嘴部啊 比较细的这个嘴唇的一个小分色呢 也是做出来的 这点是要给出好评的 确实是看到厂家的一个进步 整个的头雕呢 是采用一个球形关节 提点不愉快的地方 就是尖角的部分呢 过于尖锐的 所以说在手上呢 容易有一点点的刺痛感 身形方面来说呢 是一种偏瘦的一个体型啊 我并不知道领袖之正中的黑寡妇是什么样子 但是整个的一个身形呢 是这种偏瘦类型的 胸部呢 是做出了这种几何图形的一个变化 从侧面来看呢 老色皮们是否是满意的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女性特征呢 确实突出来的还是很不错的 颜色和一些质感呢 也做出了一些细节上的展示 包括腹部呢 这种腰线的一个设计啊 这种收腰的造型呢 做的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再来说一说裆部的一个设计啊 裆部设计呢 确实是比较像一张蜘蛛脸啊 尤其是银色的点缀的 特别像这个蜘蛛的复眼 旁边的这种金属色的一个点缀呢 也是过于魔幻一些 在这个胸部和腰部的这个位置点呢 是有一个球形关节 有一定的活动性啊 开合的时候呢 它会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 小腹微微突起 拿到手之后呢 你要自行的进行一些往里的一个压缩啊 这样往里推一下 它的这个身形呢 就更加的优美 更加偏女性化一些 然后再来说一说手臂的部分 手臂的部分呢 因为是一个变形需要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连接卡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适当的做一个展示 那中间的这个连接杆的部分呢 是采用了尼龙键啊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变形的过程中 如果变形不太怎么到位的情况下呢 可能会存在T形扣脱落的一个现象 但是整个的料子方面来说呢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虽然会有脱落现象 但是整个的材质方面是可以支撑的住的 肩部的造型呢 是有微微的一个可动性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呢 适当的往前做出一个调整 大臂的关节呢 有一些金色的一个点缀 小臂的部分呢 从这个位置是有一段关节 它在这个部分呢 做出了一个活动性 当然呢 这个活动性呢 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形需要 在小臂的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个转轴的活动性 小臂的外侧呢 还是有一些金色的一个点缀 手部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它有一定的活动性 整个的紧实度来说呢 偏紧 手臂的外侧呢 这个黑色本身呢 还有一些偏蓝色一点点的金属银的一个点缀 整个的腰线呢 是在这个部分做一个旋转 整个的腰部呢 是没有旋转 两侧的裙甲呢 看你是怎么摆 很多人呢 喜欢这样摆啊 做出一个裙子的侧摆效果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儿 感觉呢 不太怎么利索 我个人习惯的是 作为一个像燕尾服的一样的一个摆放 那腿部的一个设计呢 是采用一个球形关节 那这一次呢 球形关节的一个紧实度啊 我觉得要比以往的一个球形关节呢 控制的更加紧实一些 不知道球板方面是否是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 腿部的前踢活动一下啊 整个的紧实度呢 控制是没有问题 后踢呢 适当的做一些避让啊 可以活动的角度来说呢 也是非常大 侧踢方面来说呢 把这个地方适当做一个避让 侧踢的一个活动角度呢 有所局限 大腿呢 是支持平转 整个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偏紧实 我特别喜欢大腿侧面的这种设计啊 可以看到 你看 这种多角度的棱形 然后曲肘的部分呢 是达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性 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曲肘吧 整个松紧度控制的我觉得还好 膝盖部分呢 有一个金色的点缀 小腿部分呢 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啊 多角形的层次 脚步呢 比较可惜 只有后脚跟的一个活动性 这也是便宜需要 并没有左右的一个接地啊 这一点呢 略显得有些可怜 然后后背包的部分呢 如果说你把这个拔下来 它整个的背包呢 还算是非常清爽的 当然我个人的人形呢 是喜欢这样做一个搭载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搭载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直起来 有一点像这个大转轮 很多人是喜欢用这个猪行腿来做一个设计 那这一次呢 我也把这个猪行腿呢 给大家拿上来啊 做一个展示吧 主要呢 是要为了体现一下 它所谓的三变 它第二变形态呢 就是半蜘蛛形态 动画中啊 这个黑寡妇也没有完全变成 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蜘蛛形态 就是这种半蜘蛛人形 在这个形态呢 是略微有一定的变形步骤的啊 在这个部分 我们把小腿的这个位置解锁 后脚跟的地方并上来 另一侧呢 也是一样 小腿的部分解锁 后脚跟的部分就往上提就行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锁定关节 然后呢 把后裙甲的部分适当的往后折 OK 那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就是蜘蛛的这种半人半蜘蛛的形态呢 当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多角度的这种腿部的关节 作为一个支撑点 把它的一些造型呢 熬得更帅气一点啊 我个人呢 并不是那种会摆造型的人啊 所以呢 简单的也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一个支撑力度啊 当然呢 这个位置的什么角度方面来说呢 你可以自行来进行一个调节 至于你怎么喜欢怎么样摆呢 可能这个就不是我所能get到的啊 只是呢 简单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半蜘蛛形态吧 这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然后其他的形态呢 就是把它先进行一个插拔 我们来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直升机形态 来进行一个展示 整个的变形过程呢 还是非常官方的啊 这一点呢 是一个褒义词 因为我很喜欢官方这种简单的设计啊 那这一次的变形步骤呢 我觉得并不是复杂的 而且呢 变形的流畅度呢 还是很高的 从这个外侧的部分 我们把它做一个贴合 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手掌的部分 如果说你卡进去呢 它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内衬式的一个感觉 虽然是没有一个卡扣啊 但是这个手掌呢 内衬之后呢 整个一体性呢 做的会比较好 那另一只手呢 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把这个球形关节 适当的去按着双动关节往前搓 把这个手掌部分呢 往里贴合 它如果摆正的情况下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锁扣 这种锁定的一个位点 这个手掌呢 是完全贴到这里面的 这一点呢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变形反馈 那脚掌部分呢 就把刚才的这个脚后跟 再给它翻回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锁定卡扣 后面的背包部分呢 把这两片贴合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位置做一个旋转 机头的这个部分与胸部呢 有一个连接的卡扣 我们把它适当的解锁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胸部的一个球形关节 把胸部呢 往里进行一个折叠 有一个地方呢 稍稍注意一下 就是机头的这个翻转关节 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 稍微是有点凸起啊 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把这个凸起的部分 稍微削掉一点 因为整个的这个转轴的位置呢 会有一点点的紧实程度啊 肩部左右两侧的卡扣呢 给它适当的解锁 并且呢 顺势给它折过来 那在折过来的过程中呢 我遇到的问题呢 我就直接给大家拔下来一侧 进行一个说明吧 大家也方便去了解一下 本身呢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呢 是一个梯形扣 我们把它拔下来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梯形扣的位置呢 它本身还是一个斜角度的 这个也是我咨询了一下厂家 厂家说 其实呢 适配了多种方案 主要呢 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斜角度 保证它斜着的这个角度呢 和产品的一个密合 所以呢 它最终选用的这个方案呢 是这种梯形扣的方案 虽然不是比较成熟的方案 但是相比来说呢 我觉得会比较稳妥一点啊 本身来说呢 这款产品呢 它的变形不是很难 所以说整个的逻辑性来说呢 在这个部分 稍微稍微还是要知道一些的 在变形过程中呢 这个地方呢 会容易脱扣 这个地方的一个凸点 后肌尾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密合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双向卡扣的一个密合 这个地方密合之后的一个稳定性呢 还是非常可以的 但是呢 在过程中呢 可能会出现 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这个鸡头的部分呢 在说话期间呢 就变形完成了 那整个的头雕部分呢 其实不用什么避让 你看胸部呢 贴合 那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凸点 和腿部内侧的一个卡槽呢 是进行一个结合的 这一侧呢 也是这个地方呢 两侧进行一个密合就可以 然后呢 我个人习惯变的部分呢 是这个裙摆的部分 把这个裙摆呢 往上提 它也是通过球形关节 和转折的这些关节呢 来进行一个结合 这个点很官方 就是卡扣位置呢 在这放着等你 如果说你变形到位了 卡扣位置一找准 卡 直接就锁定 那这个位置呢 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侧的锁定 主要的一个中心点呢 是在这个尾部的部分 有一个凸点凹槽 然后这个部分的一个横向轴 往里压 往里贴合 那这个手感方面来说呢 也是更紧实一些 那两侧的这个小盖板 往里进行一个按压 那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螺旋角的部分呢 给它插上去 然后进行一个旋转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了阿帕奇 最终的这个直升机形态 我们来看看直升机形态 直升机形态呢 比较可惜的是 如果说它这个驾驶舱呢 是采用了内嵌式的 一个透明件的话 可能直升机的效果呢 会更强一些 但是呢 它现在的感觉来说呢 就是胶感方面呢 可能会更强一些 本身呢 是在原有的漆面上呢 做了一些分色和喷涂 手掌的部分呢 是稍微做了一点细节的层次啊 把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纵向的一个拉伸 金色的膝盖板部分呢 是有外露的 脚尖部分呢 是做一个贴合 后面有一个小尾翼的部分 螺旋桨这个地方呢 旋转性还是很好的 螺旋桨本身呢 是采用了这种 球形关节的一个展示 在盒子里的时候呢 它这个螺旋桨呢 是收上来的 它有一个卡扣的锁定 所以说这个地方拿到手呢 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呢 你是需要自行给它锁定一下 然后呢 才能变成完整的螺旋掌形态 对于整个产品来说呢 在于整体的一个把控性来讲 我觉得可提升的点呢 还是有一些的 比方说我个人不太怎么满意 它这个所谓的蜘蛛腿啊 如果说关节的 有更多的活动性的话 整个的产品的一个提升呢 可能会更强一些啊 这个可能是目前来说 这款产品呢 我遇到啊 我觉得不太怎么合理的一个地方 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材质方面来说呢 料子方面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阿帕奇的产品呢 是非常OK的 但是料子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来说呢 有量有量的 比较胶感重一些啊 比较廉价一点 再者呢 就是变形过程中 手肘的这个扣子部分 容易滑扣子啊 这也是一个变形难点啊 这个还是有待提升的 很多地方呢 可以做的更好 希望阿帕奇呢 这作为他第一款啊 这个原创产品呢 做成这个样子啊 我还是要给出鼓励的 毕竟作为一个原创的作品 然后呢 这个200多块钱的售价呢 我个人还是要给出支持的 但是啊 这个产品的问题呢 也会暴露的比较明显 希望厂家呢 能虚心接受玩家的一些啊 建议和整改 做出更好的一个产品 那今天视频啊 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